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古巨龟身长4.6米 其中2.2至3.2吨 是优势以来最大的海龟 北美之外的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发现 如约旦的巨型龟和摩洛哥的摩津龟等 但欧洲的海龟体型较小 此前发现的最大龟壳也仅长1.5米 近日在西班牙发现了一种新的巨型海龟 生存约8300亿至7210万年前 它以圣经中的海中巨怪利维坦为名 被尊称为谜团利维坦龟 利维坦龟的化石很不完整 但毫无疑问它的尺寸非常巨大 它的尺骨前后长度比原盖龟大120%左右 仅比古巨龟小14% 而它的骨盆最大宽度比古巨龟还要大10%左右 研究者古瑟其完整身长约为3.74米 是欧洲起今发现的最大海洋龟类 也可能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洋龟类之一 而且它与上述的海龟都不是近期 是海龟超科的寄干物种 这表明在白鹅静末期有多个海龟家族独立的发生了巨型化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利维坦龟巨型化的原因 不过已有证据表明 今天海龟的体型与温度 股市压力 竞争者强弱 迁徙等许多因素有关 利维坦龟内板内部的骨组织结构与骨巨龟相似 表明它与骨巨龟一样是生活在开阔海域中上层的远洋物种 此外 利维坦龟的骨盆上有一些独特的结构 可能有肌肉连接着腹部以辅助它进行呼吸 这也与远洋生活有关 在相同的生活方式下 同一时代的海龟面临的各种因素可能也大同小异 所以它们不约而同的发生大型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复活的巨型病毒 昨天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 科学家们成功复活了在西伯利亚永久冻鼠层中 并冻个数万年的七种病毒 最年轻的被冻了27000年 而最古老的则被冻了48500年 是迄今为止复活的最古老的病毒 乍一看这个研究 有点摸不着头脑 闲着没事为什么要复活病毒呢 这个世界机构也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这并不是科学家刻意的去复活病毒 而是这些在冻土中的史前病毒本身就还活着 这次新发现的七种病毒全部属于潘多嘎病毒树 这是一个命名并不太久的巨型病毒 以前课本知识讲说病毒是纳米级别生物 但最近几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体型巨大的病毒 它们可以达到微米级别 甚至在光学显微镜下就可以直接观测到 这些巨型病毒的基因组更加巨大 可以编码更多种的蛋白 不过好在这些巨型病毒对人类没什么威胁 比如潘多嘎病毒仅寄生和感染单细胞原生生物的一类变形虫 那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去研究这些冻土中的史前病毒呢 因为气候 俄罗斯此前以警告气候变化导致的永久冻土层持续营化可能大概的危险 认为危险已严重到足以启动生物安全项目 科学家最初在冻土中获取的是已经死亡的史前病毒进行研究 而随着发现未死亡的史前病毒仍能感染现代生物的时候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因为在冻土中是存在着灭绝时间并不长的一些史前生物的 这不仅涉及到哺乳龙还有古人类如果冻土自然融化导致这些尸体重建天日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尸体内就存在着未死亡的史前病毒呢 如果它们能寄生于人类且我们没有对应的免疫力 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玩个瘟疫公司的或许对此有所了解 所以科学家们对冻土中史前病毒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慌 而是属于防患于未然 来自78万年前的主鱼 古人类吃烤肉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但它们从何时开始能够烹饪出像样的菜肴仍然是个未接之谜 尽管目前已经发现了很多百万年前古人类烤动物的证据 但那些并不意味着烹饪 只意味着把肉直接丢进火里 属于黑暗料理 而烹饪的定义是控制加热温度还加工食物 此前人类最早的烹饪证据是来自17万年前 并且大部分与出现不久的制人有关 而最近以色列的GBY考古遗址 发现了来自78万年前数以万计的熟鱼残骸 以及与土相关的古人类活动症 将烹饪的历史大大提早到了制人诞生之前 研究者通过对鱼牙的尺寸和结构进行分析 发现这些鱼通常是在低于500摄氏度加热的 这表明这些鱼类并不是被直接丢进火里烧焦的 而是经过了精心的烹饪处理 可惜我们仍不清楚古人类的烹饪手法 也许它们会像这张复原图一样 用荷叶包裹鱼类进行烧烤 通过鱼牙得知 原主人是一种巨大的鲤鱼 原本生活在附近的呼拉湖中 这种鱼类对当地的古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统微塑研究表明 这些鱼类并不是季节性的食物 而是能提供稳定的营养来源 GBY移植显示 古人类在这块淡水栖息地 经历了数万年的定居生活 并且一直传承着烹饪食物的传统 说明它们有着很高的认知能力 烹饪技能的解锁 对人类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变革 它让人类不必再忍受烧焦的黑暗料理 能够从食物中获得更优质的营养 为生理和行为的演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叠层石是记录远古时期生命痕迹的化石 它主要是光合微生物的解锁 这些微生物生成粘合化合物 粘合沙子和其他岩石材料 形成矿化的微生物垫 然后这些垫子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 有时甚至能涨到一米以上 来自澳大利亚西部 德莱塞地层的层结石 拥有34.81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叠层石之一 然而数十一年的光阴 早已抹去了这些古老化石中的有机物痕迹 这引发了人们对它们身份的质疑 最近科学家使用各种高分辨率的 2D 3D呈现技术 在德莱塞叠层石中 识别出了许多微生物证据 如不均匀的层形态 覆盖的有机制产生的气泡空间 以及微生物榨栏结构等 证实了这些叠层石的身份 不过德莱塞叠层石 并不一定是最古老的盛名证明 来自格林兰岛的叠层石 可以追溯到37亿年前 而加拿大的微生物化石结构 则来自37.7亿 至42.8亿年前的不确定时间 这些生命 已经古老的没法再古老了 在38亿至41亿年前 地球遭受了燃烧军团的入企 这个时代被称为后期重轰炸期 发生了密集的 与恐龙灭绝相媲美的陨石轰炸 因此全部或部分地壳的表面 是处于重新融化的状态 如果轰炸期彻底净化了 地球上之前可能存在的生命 那么有给上述微生物 从无到有的时间窗口 将异常狭窄 也就是说 只要地球表面允许生命存在 生命就会立刻出现 这对于我们探索地外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恶面蛇狗 蛇颈宫又有两种典型的身体形态 一种是短嘴巴加长脖子 例如薄板狗 另一种是长嘴巴加短脖子 例如上狗 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一种 传心形态的蛇颈宫 它具有蛇一般的长脖子 和鳄鱼一般的长嘴巴 它就是蛇与鳄的化身 恶面蛇狗 恶面蛇宫身长约7米 生存约7000万年前 马斯特里赫特系的北美西部内国海盗 属于双旧追攻科中最演化的双旧追攻亚科 大多数双旧追攻科的外貌酷似上攻科 具有长嘴巴和短脖子 只是脑袋没有上过那么壮实 根据系统发育位置推断 恶面蛇狗的长嘴巴 是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遗产 而长脖子 是它与其他长颈射箭口的驱虫演化 恶面蛇狗在转直时 把前一个职业学会的技能 也保留了下来 然后它将各家锁肠融会贯通 开创出了一套独特的捕食方式 通常来说 蛇颈的脖子都被认为是不太灵活的 长脖子主要用来搞投机 但恶面蛇狗的颈部骨骼 展现出高度的横向力火星 并且脖子肌肉很发达 能让它进行快速的横向摆 同时它细长的嘴巴 也能减少摆头时受到的阻力 恶面蛇狗的必杀剂是恶龙白手 利用长脖子提供的攻击范围 快速摆动头部 迅速的接近目标 然后靠恶一般的长嘴巴 牢牢的带住猎物 将蛇与恶的攻击完美结合 恶面蛇狗没有保存四肢 但论文作者根据它的齿骨勾推测 它的后肢肌肉应该很发达 拥有优良的运动能力 这说明恶面蛇狗 与那些爱狗投袭的饱饱共不同 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捕食者 这一点上算是对双旧追踪客的传承 食可性的词 胃壳动物是典型的杂食性机会主义者 它们的食谱包括昆虫 蠕虫 蜘蛛 物生软体动物 甚至还有蛋和小型脊椎动物 此外它们也进食 果实 种子 块根 以及蘑菇 胃科分为三大牙科 短面胃牙科 毛胃牙科和胃牙科 短面胃牙科具有和食肉母相似的类齿 倾向于捕食小型脊椎动物 毛胃牙科具有尖锐的牙齿 偏好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 而胃牙科的牙齿则兼具切割 碾压等多种功能 对各种食物来者不拒 盖压科身体长有尖刺 所以被我们称为刺猬 最近我国的理工研究团队 在内蒙古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刺猬 温度苏苏尼特威 它生出于中型石 距今约2000万年前 它的牙齿迥异于其他所有的未亚科成员 前旧齿和旧齿的齿间圆钝 只适合鸟牙 而不适合切割 这居然是一只特化的食可性刺猬 在针芒缺木动物中 食可性是非常罕见的 只有少量的灭绝物种就有食可性 苏尼特威所处的环境 胃科动物非常繁盛 除了它 还有三到四种胃 苏尼特威可能主要以甲虫 卧牛之类的动物为食 以避免与其他胃科直接发生竞争 在晚见心事至早中心事这段时间 毛胃亚科也有一些物种 有类似苏尼特威的牙齿 同时 胃亚科的地域右胃 也有类似短面胃亚科的形态特征 也就是说 当时刺猬与另外两家 都有生态被重叠 而四面出击的刺猬 靠着变态的形态可塑性和环境适应性 逐步在胃科争霸中占据了优势 最终 短面胃亚科在九百万年前就显格屁了 而偏安一语的毛胃亚科 到个今天也扔定掉位 一身尖刺的刺猬则 则加冕成大胃王 成为了胃科的形象代言人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小标减谷时候给你最新研究发现的 可以点个关注 干货输出 还请多多三个人支持下 我是小标 下期见